欢迎收看第580武器 武器大讲堂 在冷战时期 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 开始在德国形成对峙的局面 当时的美国认为 西德部署的武器和兵力 很难快速地抵挡住苏联的钢铁洪流 而北约军队如果在苏联军队入侵之后 很难指使地激动支援 为此美国决定研发一种 在二战中大显身手的武器 核武器的小型版本 又有在边境每隔数公里 部署一个用来防卫苏联的入侵 这款武器就是戴维克罗克特 核火箭无后阻力炮 美国的这款核火箭无后阻力炮 发展于1950年代后期 这款武器的外形设计 类似于火箭发射筒 搭配上一个小型的核弹头 当年二战刚刚结束 美国建立了以西德为主体的 军事缓冲地带 又有牵制苏联庞大的陆地军队 但是苏联的钢铁洪流威力 还是让北约国家感到正正的恐惧 为此很多北约专家将二战中出现的核武器 是为对付苏联钢铁洪流的唯一手段 再加上在1957年的下半年 负责开发核武器的原子能委员会 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轻型的 千断级战斗物 可当作小型化核弹头来使用 因此在1958年1月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的皮卡丁廷宾厂 开始小型核武器的研发 同年8月 美国陆军正式将载道系统命名为 戴维克罗克特 在经过数年的开发和测试之后 于961年5月开始服役 服役的戴维克罗克特 被分成两个版本 一个是轻型的M28 120毫米口径发射系统 另一个是被称为M29 155毫米口径的重型发射系统 这两个系统都有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无后坐立发射器 脚架机座和战斗部弹头 无后坐立发射器的基础运行型号为 M64 155毫米口径 无后坐立炮 尾部设计有文秋里追管 整体的设计方案 跟当时的无后坐立炮的设计类似 在炮口部位 还可以加装提前测试弹道的 往外发射器 用于在发射主武器前 测算弹道使用 在使用的时候 首先在发射器的里面 加入发射药 然后在发射药上面 装住M2型号重推火箭 最后装上炮弹就可以发射了 其炮弹主要是 M338 279毫米口径 V型核弹 这个核弹的遮动木 采用的是 W52型V型核弹头 W52型战斗木 系统非常小的核弹面装置 总重大约为23公斤 这个尺寸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中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核弹面战斗木 能够做到的最小的尺寸了 这个战斗木 能够实现10吨 或者是20吨 TNT弹量的威力 整个弹头重为34千克 长自19厘米 最宽处直径为28厘米 外形非常像圆润的西瓜 并在尾幕设置于尾棋 也认词 当时的士兵将它是称为 原子西瓜 在安装的时候 M338核炮弹 后部有一个时间隐性 可以性整流罩 在安装之前 需要通过时间隐性 设定弹头的爆炸高度 在设定完毕之后 通过卡口插槽 安装在M2型火箭阻力器上 安装完毕之后 就可以调整秒钟角度发射了 在发射的过程中 无后阻力炮内的 发射要装要量 并不是很大 仅仅是提供弹头的初速度 M338核弹头 在通过发射要爆炸 推出发射器之后 会在设定好的距离 和时间内 简单处低火箭 将弹头加速 推到目标 这种方案 跟我们在第5757 介绍的苏联IPG7一样 都是采用两段式的设计 戴维克罗克特 核火箭 无后阻力炮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案 是因为 刚时的这款核弹头 无法承受很高的加速度 为了防止在发射的时候 加速度过大 造成爆炸 才选择这种 低速发射 持续加速的 两段式设计方案 戴维克罗克特 可火箭 无后阻力炮的 两个发射器版本 都可以安装这个核弹头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 在于口径的不同 因此 可以使用不同 中央量的发射调 实现不同长距离 和短距离的发射 在使用120毫米口径 M28发射器发射的时候 提射程大约为2公里 而使用155毫米口径 M29发射器发射的时候 提射程大约为4公里 在发射出去之后 虽然这款核弹的当量 并不是很高 但是其爆炸 已经足够的强大 爆炸中心 足以使践着误导它 并在爆炸范围 270米之内 造成三度的烧伤 而且展示的核辐射 才是最大的危害 爆炸后 残留在致死量辐射尘埃 会污染该区域半径 400米左右的区域 并使任何直接裸露的人员 受到核辐射 如果人员距离爆炸中心 150米的距离 则会直接受到 几乎立即致死的 辐射剂量的辐射 因此 因此不存在辐射范围 不该发射距离的情况 并且在发射的时候 可以选择在三脚架 卡车 或者装载运名车上使用 也方便转移 一般情况下 一个操作班主人员 有三张组成 外面是指挥官 后手和助理炮手 除此之外 还会配备有装载机 和弹道计算机 等辅助设备 当时服役之后 进行了不少的实验 在测试中发现 这款核武后座力炮 精度非常的差 很难准确的命中目标 并且 无论是瞄准 还是装填效率 都非常的低 因此 在后续的服役中 面对可能遇到的 苏联钢铁洪流 会非常的被动 在1958年8月15日 批准设计生产之后 戴维克洛克特 核火箭 无后座力炮 总共生产了2100架 并在1961年 至1971年间 目属战场 但是 使用苏联后继研发的 配备书具备了 三发能力的坦克 和不明战场之后 这种设置 可辐射污染带的武器 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 戴维克洛克特 核火箭 无后座力炮 于1967年8月 从欧洲全部撤走 并退出服役成牙 本期武器大浪堂到此结束 更多期长期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大浪堂 长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